来 灵儿 拿着 忍一下 小兄弟 伤口已经帮你处理好了 你赶紧逃命吧 话说 你不认识我了 你是 我是天来呀 天来 你是天来 天来 我可找到你了 这些年 我一直想要杀曹操 只要曹操所到之处 我必忘之 我听闻 曹操他屯奔于江东 想要通过赤壁攻打东吾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地方 有机会 所以 我便跟随之词 没想到 却被夏侯佑发现了 傻孩子 这些年 一定遭了不少罪吧 这病荒马乱的日子 这病荒马乱的日子 别乱跑了 跟着花叔 花叔在哪儿 你就在哪儿 花叔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啊 活着就好啊 好 咱们快走吧 曹操大军压境 要打仗了 咱们逃离这里 又能去哪儿了 到处都是战火不断 大大杀杀的 战争一旦爆发 受苦受累的 永远都是老百姓啊 据前哨所报 此处为东吴防守的最薄弱环节 我军可派先锋直接渡江 一举拿下此地 列位意下如何 大嘟嘟的睡眠不好 是因为心肾的问题 心肾有何问题 心火太旺 肾水不足 引起心肾不焦 还有吗 没了 来我这儿接衣榜的人不少 效果好的没几个 想不到凭你这几根针 我今日感觉好了很多 本都都要大大赏你 治病救人 是话托分内的事情 不求奖赏 不畏奖赏 我是大夫 你是病人 就这么简单 东吴大都的周瑜 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病人吧 那又怎么样 在华佗的眼里 病人一律平等 没有贫富贵贱之分 两军交战 指日可待 我倒是希望自己的身体 快快康健 多亏了你那几根针 你还有没有什么良法 让我的身体素好 素好 华佗没有办法 一切取决于你自己 报 多多 何事 前方报 曹军大营出现瘟疫 士兵们神志不清 曹军士气大驾 什么 瘟疫 是的 好 天主我也 参见丞相 免礼 谢丞相 现如今 我曹营瘟疫四起 诸位可有良策 丞相 此病不好治 须慢慢静养 加之军中得瘟疫之人重夺 若全治愈的话 如何 前前后后 要半月有余 半月 是 那就劳烦吴太医 亲自到东吴一趟 跟周公瑾好好商量商量 请他 半月以后 再来供我曹营可好 丞相息怒 七日 本相只给七日 丞相 说 事已至此 不妨将尸体 抛入江中 顺流直下 让那边的人也 吴太医 你身为医者 应该有救人治病之心 凡可有此害人之意 丞相赎罪 你怎么起来了 这跑了一天了 肯定饿了吧 喝点热粥暖暖 谢谢 你这衣服都破了 我帮你补补吧 这周瑜 让咱们和老怪住在他家 他好让老怪给他看病 你呢 就可以在这儿好好养伤了 我也听老怪说了你的身世 咱们俩还挺像的 你爹娘死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娘 你娘的病就包在我的身上了 我保证把它治好 好 我带你去给我娘看病去 请 奶奶 来 我扶您起来 您好点没有啊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 奶奶 怎么了 我是灵儿 灵儿 那 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五彩玉琢 你怎么会有啊 这个手镯 自打我出生之日起就在我手上了 怎么会是你家小姐之物呢 这个五彩凤卓呀 那是当年 一名军官 赠予我家小姐的顶情信物 此手镯 是京城工匠 用戈壁彩玉吉匹 五彩玉打造而成 是世间唯一 没有第二 那 那 那她 直到我们家小姐 跟奶明军官私奔后 就产下一女 我就把她抱走了 你带着我们家小姐的五彩玉琢 那你 一定是我们家小姐的孩子 我早就该想到 这世间 还有谁 和我们家小姐 长得如此相像 奶奶 您是说 您家小姐 是我娘 那她现在在哪呢 直到我们家小姐 跟那位军官私奔后 产下你 就被家中 赤笑为 未婚产子 加上身子担保 没两年 她就西去了 西 那我爹 我爹在哪呢 小姐 被老爷抓回来后 美名军官 就再没出现过 我只记得 你父亲 山墨丹青 经常给你母亲画像 我见过一张画像 你母亲啊 就是 带着这个五彩凤灼 至于她 姓傻 明和 我呀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你遇到了老怪 我遇到了我爷爷 好 好啊 这画头还真是医术高明啊 大都督 我将冬瘟疫已解 此番是否成胜追击 趁曹营瘟疫 趁虚而入 直刹草草心脏 不 此番曹营瘟疫 乃天助我眼 我们不如用缓兵之计 屯兵不战 利用曹营瘟疫 拖垮草草 诺 报 大都督 华佗他们已在外等候 请 传华佗 大都督 华先生 我要赏你金银异香 就此扶伤是华佗的天职 是不喜欢金银哪 还是显着金银太少啊 大都督误会了 华佗不贪钱 那就赏府邸一座 大都督 其实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要 旧死扶伤是华佗最快乐的事情 如果大都督一定要赏赐的话 那就准我一件事吧 讲 准我过江 不准 为什么 华先生如此聪明之人 怎可不知 我为何不准呢 我明白了 大都督是怕我过江 替曹兵治兵 原来大都督眼中 有敌我之分 可我华佗眼里只有病人 不管是谁的兵 都是苍生百姓 华佗不能见死不救啊 对 华先生所言甚是 可我无敌百姓也无分别之心 我会尽心款待华先生 在此地好好享受几天 大都督是要软禁我嘛 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了 只是在宫瑾眼中 只有家国 来人 在 华大夫 请 华先生 好好享用 瘟疫治疗得如何啊 已经按照药方把药品分发下去了 只是这人众多 至于需要一些时日 还需要一些时日 我看你们都是一群废物 滚出去 弄我 报 报 蒋 大都督 不好了 华佗他 华佗他 慌慌张张的 到底什么事 说 大都督 您还是自己去瞧一下吧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这边 来 三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三 二 三 四 四 二 三 四 大都督 大都督 华先生这是干什么呢 大都督 你来得正好 我教他们五情戏呢 要不你也一起加入 什么 五情戏 六情戏 五情戏呢 是我模仿五种不同的动物 发明了一种导引术 它可以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起来吧 谢谢大都督 你们几个 把他刚才教的姿势 做给我看看 就这 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放下吧 如此把戏糊弄小孩即可 要想哄我吧 老乖为了研习五情戏 日日夜夜观察动物 反复练习 怎么成了糊弄小孩的把戏了呢 大都督 你把我囚禁于此 我怕闲得无聊 所以叫他们五情戏 打发打发时间 从今日起 你们每个人除了干完自己手上的活儿 每天抽出一个时辰跟华先生学习 武勤戏 诺 诺 诺 丞相 一场瘟疫已经让将士们体弱病虚 末驾即刻去江东带回华驼 周瑜定知华驼之关键 断然不肯让他过江 我已安排了九明死士 你带他们渡江 诺 你们有没有看见前面的大山 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 看见 看见了 来 来 向左转 当你们面对大山的时候 让自己的心灵平静下来 如果闭上双眼的话 你们就能感受到 天地之间的灵气 来 跟我再来一次 呼 吸 禀告大都督 华驼带着咱们府中的 仆人杂役们出府了 来 怎么回事啊 来 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我们这里五亲戏啊 吸收大自然的灵气 换团呢 换 换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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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人呢 早了 给我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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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么逃不行的 他们有马肯定会追上的 不如我来引开他们 你们朝那边逃 咱们渡口见 不行 玲儿 没事的 老怪来不及了 他们喊着抓的是你 不会为难我的 快点走吧 不行 别有余了 快走快走 玲儿 小心啊 话说 咱们先进去躲一躲 一会儿再想个办法 咱们一会儿可以喝 好 好 来 为何停下 将军 那边有声响 雕虫小技 你带几个人 到那边去追 其他人跟我来 这里应该安全吧 我们休息会儿 等会儿就杜狗回家 我们休息会儿 因为去 天来 你这是干什么 快往松开 话数输罪 我 我真是迫不得已啊 我与那草贼 有不攻待天之仇 只是 曹贼为高权中防卫森严 我屡次赐曹无果 如今曹军大义 若话数不去为其医治 重则曹操染病而死 轻则 也会削弱曹军实力令其大半 已写我心头之痕 天来啊 我知道你心中的苦 可你曾想过 千千万万士兵的痛苦 我 他们在你的眼里是兵 可在我眼里是人 如果瘟疫得不到控制的话 长江沿岸会死多少老百姓 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你杀了曹操 那你和当年 曹操灭你家门有什么两样 孩子 今晚便为了你心中的仇恨 再把自己变成第二个曹操啊 我知此计会祸举无辜的 但我家仇在身 顾不得那么多了 话说他们因我而死 只要杀了曹操 哪怕是让他兵败赤壁 我也会以命相长以死谢罪的 天来 你一个人的性命 能换回多少无辜的性命啊 我 我 我 灵儿 老怪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怎么找到我们呢 当然是此户中的药物之位 引我致辞了 灵儿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绝无加害话术之夜 我将他囚禁致辞 也无非是为了拖延时日 待曹操灭瘟疫大发之时 我自会将话术放了的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 你和老怪虽无血缘之亲 却有养育之恩哪 你如此所作 十位大逆不道 兵儿 老怪 杀不了 懂不得 这也不行 大爷不行 我吕家之虫何时才能报啊 放了话托 可免你以死 夏侯将军 别乱来啊 别怕 此次我等只是带话托回去 与你无关的 你若失去了我 抓紧跟我走 我就算自己死 也不会让话输 跟你们走 天蓝 天蓝小心啊 小心啊 天蓝 天蓝 要么 地儿 一帮你 帮你 走 放开我 走啊 黄先生 快 上马车 凌儿 天蓝 天蓝你没事吧 天蓝 凌儿 快上车 天蓝 小心 快 天蓝 天蓝 凌儿 来 放试试 放试试 将军 快走啊 快 走 驾 驾 驾 天蓝 天蓝 你醒醒啊 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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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天蓝 天蓝 天蓝醒醒 天蓝 你醒了 你没事吧 花 花叔呢 花丘 花丘 你不得了 花丘 你可知道 我与东武两军对垒 此瘟疫 事关战局胜败 知道 如果不想生灵涂炭的话 我劝你 早点说兵 花丘 花丘 看来你这辈子 也就是个郎中了 丞相 听我一句话 只有仁爱的苍生 才能永保太平 仁爱 陷入今此等乱世 虎狼在侧 弱入强食 只有利剑在手 以武平乱 而后方能仁爱天下 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只希望你让老百姓 吃得饱穿得暖 无病无灾 无伤无痛 好 无病无灾 无伤无痛 如此说来 来人 把隋军的军医招过来 与话托会诊 太医院无成 率领军医拜见丞相 拜见丞相 免礼 请问丞相 今天不是大夫会诊吗 既然是大夫会诊 闲杂人等一律得出去 儿等出去吧 我说的是让你出去 什么 你不是大夫 你出去 这可是我们太医院的无太医啊 地位只在真大人之下 如果大夫没有医德的话 就像人没了人性 你可以利用死诗去传播瘟疫 说明你既没有医德 更没有人性 所以让你出去 还有你 你心不干净 你也出去 华佗 你在丞相面前 居然如此放肆 你这是借公事 谢私分 希望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过去的恩怨 我早忘了 早放下了 今天让你出去 就是不希望你影响我 看病的状态 狂妄之徒 狭能自重 好了 你出去吧 诺 诺 谢谢华大夫 救命之恩 今日能治好大伙的病呢 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只要你们健康 平安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好 谢谢华大夫 好 谢谢华大夫 谢谢华大夫 快 闪开 快 华先生 快 华大夫 救 救我 大兄弟 大兄弟 政局就是这个政局 世道就是这个世道 你我医者 无力回天 我想救这个世道 我实施过了 可是我做不到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草医 左右不了证据 所以 我并不奢望 做什么苍生大医 只要能照顾好自己的病人 我就满足了 苍生不知天高地厚啊 苍生不知天高地厚啊 大兄弟 我救不了你 对不起 好 华佗 听说你要走啊 瘟疫没了 伤病也治好了 不走留下来干什么 有人得罪你惹你气闹 是啊 莫非是吴城 是你 我 赤壁之战一出即发 这场仗打起来 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 我能治好将士的病 却治不了你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在等圆化 华大夫 您回来了 华大夫 您回来了 华大夫 华大夫 您回来了 华大夫 您回来了 华大夫 您回来了 华大夫 华大夫 您回来了 华大夫estä 你叫什么名字 飞儿 娘 是不是有人来了 娘 这个人怎么老盯着咱们看啊 你是谁 娘 这个人好怪 他站在那儿不说话 看着你就哭了 冤枉 你终于回来了 是我 我回来了 大师兄 胡伯伯 他是谁呀 他怎么认识我娘 飞儿啊 那个 你先去外面玩 胡伯伯给你做好吃的 做好教理 好吗 嗯 那个 来 那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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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大师兄 你俩聊 我去做饭啊 明熙 你好吗 好 都好 你这次回来 还走吗 不走了 你再怎么赶我 我也不走了 我要待在你身边 待着你们 好 不走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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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捡什么捡 我也要 我也要 你们干吗呢 快 快走快走走走走 飞儿 飞儿 别哭了 记住了 你是个男子汉 男儿有泪不轻痰 在哪里跌倒了 就要在哪儿站起来 这就对了 来 咱们玩一个游戏 什么游戏 跟我来 菱儿 你真的 要去乔郡找画书 嗯 我们回了仙卢了 爷爷已经不在了 老怪就是这世上 我唯一的亲人了 那 那我呢 你也算了 不过 咱们这回回乔郡 又算回到江北曹岛 曹操的地界了 你就不怕 你一个女孩子家都不怕 我是怕你走那么远的路 我担心你啊 如果遇到曹操倒好 反正跟他拼个你死我活 你呀 就是仇恨心太重了 我 好 贝儿 你笑什么呀 笑仙鹤 贝儿真聪明 刚才这一招啊 叫群鹤落滩 群鹤落滩 对呀 这是画书研制的母琴系 是通过观察五种不同的动物得来的 如果经常练习的话呢 就会强身健体 等你长大了 把身体练得壮壮的 你的那些小朋友啊 就不敢欺负你了 果真 当然 想不想学啊 想 来 画书教你 好 来 来 跟着我 缓缓放下 舞琴系有意思吗 有 那你都学会什么了 跟娘说说 笨熊晃体 黑熊探长 梅鹿伸腰 虎卧山洞 白猿欢跳 飞鹤近身 还有好多好多呢 这么多呀 那你喜欢学吗 喜欢 学了舞琴系之后 我就能身体强壮 大鸽子以后 再也不敢欺负我了 要是他们敢欺负我 我就用功夫吓唬他们 菲儿 这可不行 这舞琴系乃是强身健体之用 不可以持武逞强的 知道吗 菲儿 听你娘的话 记住了没有 听明白了 菲儿最聪明了 过了这个城 站住 就是乔郡了 走 下一个 走吧 站住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 我们要去乔郡 怎么了 赤壁一战 江东小胜 便自以为是 派遣大量奸细 来过江北作祟 我等便是奉命守在这儿 严查尔等江南口音之人 快说 你们两个去乔郡究竟干什么 她是江南口音 我是正东乔郡口音 这就怪了 你一个江北之人 怎么和一名江南女子同行 莫不是被她收买 要做奸细背叛曹丞相 这天下还是大汉的天下 怎么成了你曹丞相的 你是何人 敢对曹丞相如此不敬 我 算了 天来 我们走吧 天来 天来